全向宇宙投影 第三步 时间与空间 第八章 在超全向中履行 将灵魂离体看作一种全向的现象 灵魂离体是一种全向现象的证据似乎非常明显 虽然我们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 我们是用脑来思考 但这一点似乎并不完全对 在状况配合得好的时候 我们的意识 这个我们身上能思考 能认知的部分 会离开肉体 而可以任意往返各地 目前的科学并不了解这种现象 但用全向的观念 就比较容易解释这种现象 回想一下 在全向宇宙中 位置只是一种假象 就像一个苹果的影像 在全向软片上 并无特定的位置是一样的道理 在全向式的宇宙中 任何物体都没有固定的位置 每样东西都没有位置性 意识当然也不例外 因此 虽然我们的意识 好像是在脑内 在某些状况下 它可能游走于 房间内某一角落 或滑翔过草地 或者 浮在一幢楼房 三楼 外壁市架上的 一双网球鞋前 看着鞋带 如果意识 无位置性的观念 很难了解 我们可以再度用梦的类似性 来解释这个观念 假象你在梦中去看一个艺术展览 当你在人群中看着艺术品时 你的意识看起来似乎是在梦中 你所扮演的这个人的脑内 但你的意识究竟在何处 如果你分析一下 就会发现 它是包含在梦中的每一件东西内 包括了梦中的人群 艺术品 以及整个梦中的空间 在梦中 位置只是一种假象 因为梦中的每一样东西 人群 物体 空间 意识等等 都是由做梦的人的意识深处 所显露 所创造出来的 灵魂出体的另一项 非常有权向特性的特点 是灵魂出体后 灵体并无固定的外形 某些灵魂出体者 在离开肉体后会发现 他们拥有一个与肉体相同的 像鬼魂式的灵体 这个现象令许多研究者主张 人类有一个 魂体副本 就像古代文献中所说的 生灵一样 不过 近期的研究发现 这项假设有问题 虽然某些灵魂出体者描述 这个魂体副本是裸体的 但也有人发现 自己的魂体是穿戴整齐的 这一点暗示了 魂体副本并非固定的肉体副本 而是一个如全像般的 有各种可能形状的灵体 这个说法乃是因为 人们在灵魂出体时发现自己 并非都是以魂体副本的方式出现 有人感觉自己是一个光球 有人觉得是一团能量云 有人甚至认为自己不具任何形状 证据甚至显示这种魂体的形状 乃是依据个人的信念及期望而决定 例如 数学家怀特曼 在1961年出版的《神秘生命》 艺术中 说他每个月至少会惊艳到两次灵魂出体 并且写下了2000次以上的记录 他说他老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 困在男人的躯窍内 这种感觉让他在灵魂出体时 见到自己以女性出现 怀特曼在灵魂出体时 还惊艳到许多其他的外形 其中包括了小孩的外形 他因此结论认为 意识及潜意识的信念 才是决定灵体形状的主要因素 邦罗同意 而且认为是我们的思想习惯 创造了我们的灵体形状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存在肉体中 我们在灵体状态时 也倾向于创造出一个身体的形状 同样的 他认为大部分人 因为觉得裸体十分不舒服 所以才会在灵体 所以才会在灵魂出体时 下意识地让灵体也穿了衣服 孟罗说 我猜想人们可以任意地 改变灵体的形状 那么 我们在无肉体状态下的 真正形状是什么呢 孟罗发现 只要我们放下了所有的伪装 在内心深处 我们都是一个包含了许多互动 及共鸣频率的振动波形 这个发现非常明显地指出了 灵魂出体现象的全向特性 也提出了更深入的证据 显示了我们就像全向宇宙中的 每一件东西一样 最终只是一种频率现象 是由我们的心智 造出了各种不同的全向外形 这也旁证了杭特的结论 我们的意识并不包含在脑内 而是包含在一种围绕在肉体外 并也由肉体内放射出的全向能场中 在灵魂出体状态下 形体不定只是全向或柔软性的粒子之一 虽然特别有天分的灵魂出体者 描述出体后所见的世界十分精确 但事实上 研究人员长久以来都被灵魂出体者 所描述的世界并不中确所困扰 例如 我在前面举例说 在我灵魂出体时 差点令我跌倒的那本书 标题在当时看起来是亮绿色的 而在我灵魂回体后 再去找那本书 才发现标题的字实际上是黑色的 文献上也记录了许多出体后 与回体后所见不符的情形 例如 灵魂出体者看到房间内挤满了人 但事实上没那么多人 而且 有时一张桌子在出体时 看起来会像一张沙发 如果用全项的观念来解释 也许这些灵魂出体者 尚无能力完整地将出体时 所接收的频率 转换为我们平常大家 共同认同的频率 换句话说 因为灵魂出体者 在出体时的感知方式与平常不同 而这种感知方式 也许还不够稳定到能够将频率区间 转成一般人所熟知的物件分明的现实世界 这些非肉体的感知能力 还会被我们的自我限制或信念所阻碍 因为有一些较厉害的灵魂出体者指出 当他们比较习惯于 比较习惯处于这个第二身之内时 才发现他们不用转头 就可以看到四面八方所有的东西 换句话说 他们已经习惯于相信只用眼睛才能看 所以当他们已不受肉身限制时 仍然认为如此 这样的信念使他们 在最初无法立刻认知到 自己有360度的视力 甚至还有证据显示 我们的肉体感知能力 都是这种信念下的牺牲者 虽然我们有这种甩不掉的信念 我们只有用眼才能看 有许多研究报告都指出 有人可以不用眼看 他们可以用身体的其他部分来看 近期有一位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员 艾森堡医师 发表了一篇报告 指出两位还在上学的中国北京姊妹 可以用夜窝看笔记和认颜色 意大利的神经学学者 龙布洛索研究过一个盲女 可以用鼻尖挤左耳朵看东西 在1960年代 享誉国际的苏俄科学学会 研究了一位苏俄乡乡下女士 库勒修娃 证实她可以用指尖看照片读报纸 而且她们证明 库勒修娃的能力 并非靠着颜色本身 所储存散发的热量来辨识 因为当她们用一块热玻璃 盖在白纸黑字的包纸上 库勒修娃仍然可以读得出来 库勒修娃因为有此能力而成名 后来 美国生活杂志登载了一篇 有关她事迹的文章 简单地说 证据显示了我们也同样的 不一定要用眼才能看 就像在前面提到的 我父亲的朋友汤姆 可以隔着他女儿的身体 看到表上的刻字 还有遥控观景现象 都说明了这种情形 于是我们不得不怀疑 不用眼可以看 是否又是现实是 假象的另一个证据 还有我们的肉身 即一切看来是 绝对存在的生理机能 都不过和我们的灵体一样 只是我们感知下 所造出的一个 全向性假象 也许就是我们 这种自认为 只能用肉眼看的观念 封闭了我们 本来全能的感知能力 灵魂出体的另一项 全向特性 是在出体时 偶尔会有过去与未来的界限 不甚分明的情形发生 例如欧西斯及米奇发现 缅因州的塔纳斯博士 他也是出名的神通人士 及天赋异禀的 灵魂出体人士 当他从缅因州 飞到实验场 描述所见到的 桌上实验物品时 他似乎是描述了 这些东西 数天之后的位置 而非当时的位置 这一点暗示了 在人们于灵魂出体状态下 所进入的空间 是伯恩所说的 现实世界的更威系层 这个空间 更接近隐含秩序层 在这一空间中 并没有所谓的过去 现在 未来 换句话说 塔纳斯的心念 并未将频率 转换成现在的状况 他是取用了 频率中的未来资讯 而将其转换成为了 未来的全向空间 塔纳斯所见的 是一个全向现象 而不是他脑中 对未来的想象 可以从另外一件事实证明 当他被排定 做灵魂出体的当天 欧西斯要求 一位纽约的天眼童 怀钉 在室内守夜观察 是否有来访的魂体 怀钉并不知道 是否会有 也不知何时 会有魂体来访 然而 当塔纳斯 以魂体来访时 怀钉清楚地 看到了塔纳斯的魂体 并清楚地描述了 他当时在缅衣州 所着的服装 棕色条子裤 及白棉衬衫 哈勒利也曾偶尔 灵魂出体到未来一游 并同意这种情形 与未出体 而遇见未来的情形 是不同的 他说 灵魂出体到未来的时空中 与一般的预知性梦境 是不同的 我是真正的出体 而且经过一个 黑暗的区域后 到一个明亮的 未来景象中 当他做出体旅游 到未来时 他甚至会看到 自己的未来之影 此外 当他所见到的 未来要过去时 他可以感觉到 那个做时间旅游的灵体 与自己同在景象中 他描写这种诡异的感觉为 在自己的身后 见到自己 就好像自己是分身为二 如此看来 一般我们所谓的 觉得自己 曾身临其境的感觉 和这种感觉比起来 真是微不足道 记录上也有 灵魂出体到过去一游的情形 瑞典剧作家 奥格斯特·史特林保 也常做灵魂出体旅游 在他的著作《传奇》中 描述了一个这样的例子 事件发生在一个小酒店中 当时 史特林保正在 正在劝一名年轻朋友 不要放弃他的军人工作 为了支持他的论点 史特林保提出了 一件两人过去 在一家旅店中所发生的事 在史特林保 描述当时的情形时 他突然失去了意识 而发现 自己坐在当时那旅店中 重立当时的情形 这种感觉只有一下子 然后他就发现 自己又回到了体内 回到了现在的时空 这种情形 与前一章所讨论的 回溯景象似乎雷同 有神通的人士 可以亲身经历 或浮游于过去的事件 他们所描述的历史事件景象 事实上 也是一种灵体 浮游于过去的情形 没错 当你读到这么多 有关灵体出游的文献时 你会惊讶于 灵魂出体者描述的情景 与全向宇宙的情形 是多么相似 包括 灵魂出体状态下 时间与空间似乎不存在 信念可以造出 全向的景象 以及意识 只是一种振动频率 梦罗指出 在灵魂出体状态下的感知方式 似乎并不是用光波折射式 而是一种印象放映式 这一项观察 再度暗示了 当一个人进入灵魂出体状态时 他就进入了普利邦所谓的频率区间 其他的灵魂出体者 也曾指出这个状态的频率 类频率性 例如 法国的灵体出游者福汉 在他以笔名伊伦所写的书 《实际灵体投射》中 也试着描写出体状态下 空间的波性及电磁性 其他的灵魂出体者则指出 一种与宇宙为一体的感觉 说这好像是 物皆为我 我即是万物 灵魂出体是分全向性 但这个经验与许多人直接体验到的 现实世界的频率本性一笔 就好像只是冰山一角 灵魂出体只有某些人能够做到 但有另一种状况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非常近地接触到频率区间 那是什么状况呢 就是当我们走到了那有去无回 且尚未被发现的过渡 可是 有时候偏偏又像莎士比亚 在哈姆雷特艺术中所说的 麻烦就在于 省略好 麻烦在何处呢 就是有些人 他们不是有去无回 而是去了又回来了 我们可以见到这些人所说的故事 都充满了全向性 全向宇宙投影 第三步 时间与空间 第八章 在超全向中旅行 临死经验 我相信今天每个人都应该已经听说过 临死经验这个名词 这是指一个人在医学上 已宣布死亡而又活过来了 他们活过来后所报告 死亡时离开肉体的经验和经历 死后的世界就叫做临死经验 在我们的文化中 临死经验是从1975年展露头角 这是因为有哲学博士学位的精神医生穆迪 发表了他的畅销书 以临死经验为主题的 死后之生命 后来不久 罗斯也宣布了他同时做了类似的实验 而且做出与穆迪同样的结果 没错 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记录这种现象后 我们更明显地看出两点 一是临死经验十分普遍 在1981年做的盖洛普测调 发现有800万成人曾有过临死经验 这大约是每20人中有一人经历过 其二是他提供了有力的死后人生的证据 临死经验就像灵魂出体一样 是一种普及全世界的现象 在第八世纪的西藏渡王经中 及2500年前的埃及渡王经都有详尽的描述 在柏拉图的共和国第十册中 他详尽地描述了一名叫做俄的希腊军人的临死经验 俄在他火葬的木柴将被点燃了前一刻复活 他离开了身体 并走过了一个通往死亡之土的过道 巴蒂大师也在第八世纪的 《英国教堂与人们的历史》一书中 也有详尽描述 近期的哈佛宗教讲师 佐拉斯基 在《另一世界之旅程》书中 指出中世纪文献有许多临死经验的报道 临死经验似乎跟个人特性没太大关联 许多研究都指出 临死经验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种族、宗教及灵性信仰 社会阶级、教育程度、收入、去教堂的次数、社区大小、所住区域都没有关系 临死经验就像闪电一样 可能在任意时间降临在你身上 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并不会比不信者容易有临死经验 临死经验这种现象最有趣的一点 是在每一个人所描述经历都大同小异 一个典型的临死经验摘要大致如下 一个人快要死了 突然间 他发现自己浮在他的肉体上空看着所发生的事情 没多久 他高速穿过了一个黑暗的区域或隧道 进入了一个大放光明的空间 受到刚死去的亲戚朋友的欢迎 不断地听到无法形容的美妙音乐 即见到美景 广阔的草原 布满花朵的山谷 清澈的溪流 比地球上所见的任何景色都美 在这光明圣地 他感受不到任何痛苦、害怕 只充满着欢愉、爱及宁静 他遇到一些光状生物 会发出一种巨量的慈悲 并在它们的帮助下 见到自己一生的回溯 他狂喜于这种伟大的新世界 他想留下来 然而这些生物告诉他 它的时辰味道还不该来 并劝他回到这个地球上的肉身中 我们得指出 以上是一个概略的描述 并不是所有临死经验都一样 有的不完全如上所述 有的还有附加的状况 而象征性的事物也有所差距 例如西方文化下的临死经验者 多半以穿过隧道的方式进入死后世界 而其他文化 有的是走过一条路 或穿过一个身体 或穿过水中进入另一世界 不论如何 历史上各种文化所报道的临死经验 都有惊人的相似性 例如死后经验回溯一生的这一项特性 在西藏渡王经 埃及渡王经 柏拉图记录的俄先生的经验 及印度圣人巴坦亚利 在2000年前所写的瑜伽经典中 都有记载 这种超越文化的临死经验相似性 在正式研究中已被确认 在1977年 欧西斯及赫罗德生 比较了美国及印度 公约900位有临死经验的病人 对医生提出的报告 发现虽然有文化上的象征性差异 例如 美国人倾向于认为 那些光状生物是基督教的人物 而印度人则认为是印度教的人物 然而 他们所说的重点大致相同 虽然传统医学观 将临死经验视为幻觉 有太多的证据都指出 事实上并非如此 就像灵魂出体一样 这些临死经验者 都可以报告出许多 他们用一段感光 无法探知的事件细节 例如 穆迪报告了一个案例 是一名女士 在手术中离开了肉体 飞进了等候室 看到她女儿 穿了不搭配的格子泥衣服 后来发现 是她家女佣忙乱中 对孩子穿衣 未注意到穿错了 女佣非常惊讶 她的母亲当天 并未以肉身见到她的小女儿 竟然知道这件事 另一个案例中 一名女性离开了肉体 到了医院的大厅 听到她的小叔说 她必须取消与客户的约会 以便送丧 当这位女士恢复后 把她小叔骂了一顿 说她这么早就认为她会死 吓呆了她的小叔 临死经验中 感官觉知性 还有更特殊的状况 当研究者已经发现 忙者及多年 无法见到光线的人 离开肉体后 都可以很正确地描述 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罗斯遇到了 数位这样的人士 并且详细地采访他们 来判断他们 所说的正确性 他说 使我们十分惊讶的是 他们都可以正确地描述 周围人物的服装 及事物的颜色及款式 最令人惊奇的是 这些临死经验 会有两人以上 共同发生的情形 有一个案例是一名女性 在发现自己穿越隧道 向光明处行进时 她见到一个她的朋友 正在往回走 当两人交错时 她朋友以心意告诉她 说她已经死了 但又被送回来 这位女士后来也被送回来 她恢复后才发现 她的朋友在她临死的同时 也心脏病发 也有许多的案例记录 指出快死的人会未卜先知 比富文还先知道 哪些人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等她 如果你还怀疑的话 另一项证据是 临死经验会发生在 脑波图已经停止的病人身上 这点应该足以反驳 临死经验是病人的幻觉的说法 在正常状况下 不论一个人讲话 思考 想象 做梦 或做任何事情 她的脑波图 必定都有极多的活动 连幻觉也避免不了 会记录于脑波图上 但有许多人士 脑波图无活动 也经历了临死经验 如果他们的临死经验 纯属幻觉 则脑波图就应该有活动 简单说 当我们将以上的事实 一并考虑时 包括了临死经验的普遍性 与个人特性的无关性 临死经验主要过程的相同性 临死经验者能够知道 以一般感官无法得知的事件 以及脑波图无活动的病人 也会有临死经验 这些似乎不可逃避的 指向一个结论 有临死经验者 并非幻觉或自我的幻想 而是真正地走访了一次 另一个不同层次的现实世界 这也是许多临死经验研究者 所下的结论 例如其中一名研究者 西雅图的儿科医生 摩斯医生 他对临死经验发生兴趣 是因为试着救活一名 可能已淹死的七岁小女孩 这名被救起的女孩 在当时虽被救活 但已在深度昏迷状态 她的瞳孔已放大 肌肉已失去弹性 脚膜已无反应 医学上而言 称作第三度 格罗斯科昏迷 这表示她的昏迷太深 几乎已无法回复 然而 她终于战胜一切醒过来了 当摩斯在她醒来后第一次见她 她就说她认得摩斯 并曾看着她救活她昏睡的肉身 摩斯问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她说她曾离开肉体 经过一个隧道到达天堂 并见到了天父 天父告诉她 她还不该来 并问她想留下来还是回去 她先说要留下来 但当天父告诉她 留下来就不能再见到她的母亲了 她于是改变心意 决定重回肉身 摩斯虽然怀疑 但觉得十分有趣 于是从此开始钻研临死经验 当时 她替一家爱达河州的 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工作 负责将病人送到医院 这让她有机会 与许多死后复苏的儿童谈话 在十年中 她访问医院中 所有心脏病发后生还的儿童 而这些儿童都告诉她同样的事情 在这些儿童失去知觉后 他们都发现自己在肉体之外 看着医生救活他们的肉体 接着 他们经过一个隧道 并被发光的生物所安抚 摩斯仍然十分怀疑 于是 她更热切地找寻 符合逻辑的解释 她读遍了所有病人用药 是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探索所有的心理学上的解释 但一样适合的解释也找不到 摩斯说 后来有一天 我在一个医学期刊上 读到一篇很长的文章 她试着将临死经验 解释为脑错乱的结果 但当时 我已经研究过这么多临死经验 我觉得这位作者 所说的一点也没道理 我终于清楚地了解到 她原来漏掉了一个最明显的解释 那就是临死经验确有其事 她没想到原来灵魂是真的可以离开肉体旅行的 穆迪也同意这个说法 在20年研究后 她确信临死经验者曾进入另一个世界 她相信其他研究者应该也持同样的看法 她说 我几乎已经和全世界的临死经验研究者谈过了 我知道他们心里都相信临死经验者 看到了死后生命的世界 但以科学家或医学界人士的身份而言 他们尚未找到一个科学来证明指出 我们的某一部分已经离开死亡的肉体继续生活 由于缺乏科学性证明这种现象 使得他们都只好隐藏自己的真正想法 在1981年的调查后 连盖洛普调查组织的老板 乔治·盖洛普都同意地说 越来越多研究者及和研究这些 有奇特临死经验人士 初步结果已经指出 他们接触了另一个空间世界 我们所做的详尽调查问卷 是这类研究的最新结论 它也揭露了大家倾向于同意 有一个与我们所在宇宙共存的宇宙 转移里面的宇宙共存的力量 有 的不同方法 ウィ blessed 和留这古品